本届奥斯卡竟显多元化 少数族裔获奖众多 包包包富有浓郁的亚洲文化色彩 为亚裔女导演夺得小惊人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 大千世界 本届奥斯卡充分体现多元化 绿皮书这部感人的电影 讲述了种族隔离时期 一位非裔美国音乐家 和粗鲁的白人司机建立的友谊 这部影片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 荣获最佳影片奖 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 阿芳索卡龙导演的罗马 也纳入三项奥斯卡奖 包括最佳摄影 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这部影片以墨西哥女佣的视角 讲述了家政女工和雇主家庭之间的多层面的心理关系 同时也解析了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起伏 如何受到社会整体变迁的影响 奥里维亚·科尔曼凭借在欧洲电影宠儿中的出色表现 夺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瑞安·库格勒指导的黑豹 也夺得三项奥斯卡奖 包括最佳音乐奖和两项跟服装相关的奖项 雷奇纳金在非议美国电影《假如比尔街会说话》中 射演沙伦·李福斯 精湛的表现为他赢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斯派克里指导的黑色党徒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而最佳男演员则被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男主角 拉米·马雷克暴走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蜘蛛侠平行宇宙》 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奖的非议蜘蛛侠电影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越南会晤期间 核内一家发廊推出免费修剪特朗普和金正恩发型 这家发廊的老板杨俊里说 这样做是出于对和平的热爱 希望为峰会所传递的和平信息尽一份力 杨俊里说他家有两位烈士 父亲是一名伤兵 祖母被授予越南英雄母亲勋章 所以他不想要任何战争 他还说大多数顾客选择了金正恩的发型 而不是特朗普的发型 因为美国总统的发型需要头发稍长一些 还需要染发 在东南亚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中并不流行 杨俊里说 免费礼发推出第一天 就得到很多客户的青睐和媒体的关注 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女儿珍娜·布什·哈格 4月份即将出任全国广播公司NBC 今日秀的主持人 他将接替凯西·吉福德 跟欧达·科比搭档主持十点时段 科比和吉福德是NBC著名成千节目 今日秀的工程 65岁的吉福德退出后将从事个人事业 其实前总统布什的女儿哈格 早在10年前就加盟NBC 她担任过记者和撰稿人等职务 NBC负责新闻的总裁 诺亚·奥本海姆说 哈格对工作充满热情 富有好奇心 她的幽默感就像德克萨斯州一样强大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是三十年来又一次没有主持人 不过并没有缺少闪光点 欢迎女导演石真玉制作的 动画故事短片《包宝宝》 获得了最佳动画短片奖 这部亚洲风格浓郁的作品 也是皮克斯公司出品的第一部 由女性指导的动画短片 包宝宝以多伦多中国城为背景 影片中一位华裔母亲做的一只包子 突然变成天真活泼的包宝宝 带给这位因儿子长大离家 而郁郁寡欢的空曹妈妈 很多快乐 但随着包宝宝的长大 妈妈的过度保护 与包宝宝的渴望独立 两者产生矛盾 使妈妈再次陷入痛苦 这部动画短片 由华裔动画艺术家 石之宇指导和编剧 她曾参与皮克斯工作室 超人总动员2 等多部动画片的制作 她也是首位 指导皮克斯动画短片的女性 作品的灵感来自江炳人 以及那些我童年读过的黑暗童话 我也想向我的家乡 加拿大多伦多致敬 向我的家人致敬 他们是加拿大华人 我想在影片中融入我喜欢的一切 中国食物和母亲一起做的包子 我想探讨过度保护的父母 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样的父母 如何学会放手 而包子就是象征 这一种关系的隐喻 因为在亚洲家庭中 父母的爱往往通过食物传递 在华人聚聚的多伦多 长大的石之宇 是家里的独女 她说动画短片 也反映了她自己的一些经历 短片非常个人化 受到我童年经历的启发 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 就像一个视为掌中宝的包宝刀 她会保护我 确保我是安全的 没有徘徊的太远 有评论认为 包宝宝是亚洲移民经历的 生动表现 不过这部让亚裔 深有感触的作品 也能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 产生共鸣 不论人们是来自华人家庭 还是亚洲背景 或其他文化的背景 他们都能对妈妈这个角色 有共鸣 或者是对包宝宝的角色 或女朋友的角色产生共鸣 总有让人们产生共鸣的东西 直至于透露说 她正在指导皮克斯的一部动画长篇 这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令人期待 近年来 华裔在美国戏剧舞台上 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 肯尼斯林是美剧纸牌屋的编剧之一 现在她的另一部戏剧 《道国统治》 正在华盛顿的原型舞台剧院上演 再次让观众惊叹 我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该当作家 获奖剧作家可尼斯林 是美剧纸牌屋的编剧之一 他说作为怀裔作家 他的戏剧之路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难 我还记得我的经纪人什么的 跟我说 你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 我们希望你做这个 这个 这个 但是你必须明白 我们要的故事里 不能有亚洲人的角色 继执牌屋之后 肯尼斯林的最新一部剧 名为《道国统治》 这个以苏联解体期间历史事件 为背景的虚构戏剧 正在华盛顿的原型舞台剧院演出 我自己一个人去洛杉矶 睡觉的房间没有家具 有时候睡在车里 去会面之前 用婴儿湿巾擦个身子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钱 但是我知道 如果自己不去努力 如果没有去那里 没有跌倒 没有经常跌倒 我永远都不会成功 所以经历了很多尝试和挫折 肯尼斯林来自一个勤奋的移民家庭 这个背景对他的剧作工作 有很深的影响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住在长岛 我家是开餐馆的 我就在那间餐馆里长大 餐馆也是娱乐行业 小时候祖母总是对我说 最好的总是个晚上来这里的人 在写作上我也会这么想 在写作上我也会这么想 我认为我们去剧院是陶冶情操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为来看戏的人提供熏陶 肯尼斯林接下来值得期待的作品 包括霸王别姬的音乐剧改编版 以及根据李小龙撰写的故事 改编的电视剧《战事》 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是亚洲人 以前世界是不一样的 人们不会想去看亚洲人写的故事 但是现在我觉得情况不同了 开始变得开放 我不再觉得我写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话 会有没有观众 我非常自信 现在会有观众 我是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二期 当时说只有40%的存活率 这个项目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我当时并没有想去拍摄乳腺癌幸存者 之所以有这个项目 是因为我当时想找一个成年芭蕾舞者来拍照 作为我的作品档案 有人把麦奇介绍给我 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光头芭蕾舞者 她在2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第四期 我和她见面时 我问可不可以给她拍照 不是作为芭蕾舞者 而是一个患有乳腺癌的漂亮女孩 我和妇女一起工作 帮助和指导妇女度过这段难关 帮助她们了解药物的问题 当她们有问题时 我想也许我可以改善她们的生活 同时你知道 当我回头看这些照片时 我可以发现自己走过路有多长 有些妇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化妆了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照顾自己了 我遇见很多妇女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不禁流下眼泪 因为她们无法相信 我把她们化得这么漂亮 我希望把她们拍成是完整的妇女 而不是她们眼中的自己 所以我不想拍伤疤 不要任何残缺 而是要她们看到自己有多美 这点很重要 因为在你经历了这段可怕的历程和治疗后 你不会觉得自己漂亮 你的身体经历了很多 感情上 心理上也经历了很多 那些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不美好的 所以当你达到现在这个阶段 你会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女人 你觉得很美 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使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路易斯安那州的美食不可错过 鲜辣小龙虾名不虚传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世界各地的狂欢节进入高潮 化妆舞会 踩车游行 大家试图用欢乐和吵闹来驱散冬季的忧郁 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狂欢节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关乎雀跃的人群于周日 聚集在卡纳雷吉欧运河旁 观看一年一度的游船游行 一艘在船身上描画了一只 巨大下水道老鼠的船 引领了今年的游行 李约热内卢是狂欢节期间 另一个备受欢迎的目的地 巴西在过去的一年里 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 其中包括一月份的 一次致命的大坝坍塌 狂欢节的表演者们说 将会尽力让人们高兴起来 狂欢节的想法是让人们 忘记那些问题和烦恼 享受乐趣 这很困难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 一个困难的时刻 但我们将努力地 让他们开心起来 狂欢节通常是人们发泄 对当前政局不满的时候 嘲讽世界领导人的面具 和服装比比皆是 马克龙 特朗普 普京 还有一些其他政客 模仿电影角色也很流行 但是有些国家仍然坚持传统 在波利维亚庆祝活动开始时 人们制造噪音 来唤醒狂欢节的精灵 请求他快出来 狂欢节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异教徒时代 那时人们身着下人的服装 发出声响来吓跑冬天 或是迎接新年 在马其顿的维尼查村 东正教徒遵循旧如略利 以街头狂欢节的方式 庆祝新年一史 这是一种古老的 异教徒仪式演变而来的 在斯洛文尼亚历史悠久的 城市普图伊 人们遵循着受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的传统 忠明驱走冬天和邪恶 迎接春天和风年的到来 今年在瑞典举行的 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上 有六名男子装扮成神话中的巨兽出现 我们来这里支持体育活动 我们支持每一位运动员 但是谁知道呢 也许是钟名声唤醒了 古代斯洛文尼亚人的精神 帮助他们的同胞 伊尔卡·斯图赫茨 赢得了女子华将赛的金牌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狂欢节和音乐 也是赫赫有名 同样享有盛名的 还有当地的小龙虾 到这里来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道美食 让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似乎都有一些 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 因为它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 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 满身都是污泥 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副州长比利·农杰瑟 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 官方公布的州假鞘食物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 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产业 很多有稻田的农民 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 他们在小龙虾季节 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食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克氏猿翱虾 Red Swamp Crawfish 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翱虾 White River Crawfish 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 就是克氏猿翱虾 它的肉质鲜甜 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 更增添了克氏猿翱虾的绝佳风味 它的甜味让怀特河翱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它是迈克尔弗鲁热 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 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 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 俘虏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 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 真是太爽 太兴奋了 我们捉了半麻袋 大约有二三十磅 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 我们吓死了 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 与中国相似 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 夏季开始时 我们将小龙虾 青虾放入水稻田 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 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 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 在小龙虾收获时节 水稻田上兴罗齐步的都是小龙虾网 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路良用 有个大轮子的船 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 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尔放回田中 爱德吉德里是俘虏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尔 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 它们慢慢长大 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 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耳的是非海雕 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小龙虾像是青稻夫 什么都吃 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 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 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 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 在路易三那州 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尝不过的事 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 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 就像大伙聚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 当你去别的国家 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 别人会问你 那是什么 是个活动吗 其实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 或者看美食足球 或者是生日派对 然后吃水煮小龙虾 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 代表一个活动 路易三那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 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 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 拉虾人Huttails就是其中的一家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 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 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 我和我的司大会先放置好小龙虾堡 然后去上学 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 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八万磅的小龙虾 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 路易三那州南方特有 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 大胆的 辛辣的 他强调长时间烹调 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 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 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 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辛香料 多香果 香菜 芹菜 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 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 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 怎么来吃小龙虾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 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 这虾黄多饱满 然后你捏紧虾尾 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 然后一拉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 咬碎吸筍里边的汁 好味道都在这里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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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人餐厅的主打食物 论磅来卖 随餐附送玉米 马铃薯以及大蘑菇 你可以在店里吃 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 最少也得150到200磅 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 我来这儿吃饭 一定先吃三磅小龙虾 然后再点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 也卖水煮小龙虾 但我无法跟辣虾仁的小龙虾竞争 它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 非常特别 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三那州南方的家庭 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 30磅的小龙虾 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 但是现成的调味包在这里随处可得 制作水煮小龙虾 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 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槳 它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 波伊尔·德里斯 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销售代表 兼厨师 这个木槳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 而木槳的前端 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 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客室圆鳌虾的原产地 路易塞纳州的南部小城 布罗布里奇 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 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 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 世界许多国家 而许多地区把小龙虾当成是 外来入侵物种 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 同样也是客室圆鳌虾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 路易塞纳州南边 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 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 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 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杰瑟副州长最喜欢的 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人的 小龙虾浇饭 Crawfish etouffee 小龙虾是美食 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 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 小龙虾个头虽小 其实影响可不小呢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 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彦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下午茶 感谢观看